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患者情绪和他们康复的进度 有密切关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在舒缓治疗的过程中 患者的心理质素和康复的程度 有密切关系 如果患者的情绪比较负面 又或者长期受压的话 会影响他们的免疫功能 也同样影响了癌症的康复 而在癌症治疗中 有时候比如化疗的药物 都会令到患者的免疫系统下降 如果他再长期受压 即是进一步 可能他的免疫系统的能力也会受阻 可能会增加他受感染的风险 另一方面 如果患者比较消极 情绪比较负面的话 都会影响了他接受治疗的动力 所以他在治疗的过程中 可能康复进度会比较缓慢 甚至有些患者会中途放弃治疗 拒绝接受任何治疗 所以患者必须要维持着 一个良好的心理质素 一个正面的情绪 这样是有助他们的康复和治疗的进度 癌症患者其实在面对诊断 接受治疗和治疗之后的副作用的过程中 他们不单止承受身体的痛楚 亦面对着一些复杂的情绪 常见的情绪包括震惊、否认、焦虑、恐惧、 哀伤、抑鬱、甚至绝望 面对这么多复杂的情绪的时候 有时候患者都不知道如何处理 我们说首要是患者必须要处理自己的压力 了解他们的压力来源 减轻日常生活的一些负担 举例就是工作或家庭上的负担 尝试找亲友去帮忙分担 第二就是维持日常的健康生活 例如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和足够的休息 有助他们面对日后以来的一些压力 在面对恐惧的情绪上 我们常见患者很多时候的焦虑都源于对于疾病不了解 所以我会鼓励患者去对于自己所患的癌症 得到多些相关的资讯 可以透过医护人员、相关的网页 又或者是一些病人支援的组织 这些正确的途径去了解多些关于癌症的资讯 释除他们对于癌病的迷思、误解或疑慮 在看医生的时候 亦可以将他们的疑问开放地去问医生 或者与医生讨论 以至他们不会因为这些疑问而抗拒了某些治疗 面对负面的情绪 我们都会鼓励患者 首先接受自己是可以有负面的情绪 亦可以有一些哀伤或者不开心的感觉 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一位信任的亲戚、朋友 甚至乎是辅导员 不妨将这些负面情绪跟对方说 在对方的聆听或者客观分析之下 负面情绪很多时可以得到舒缓 最后就是说 有些患者可能在患病的过程中 有时因为一个能力的丧失 又或者日常生活的转变 而觉得自己很无用 或者觉得自己很无价值感 我们说这些都是对自己负面的评价 或者扭曲了的自我形象 患者不妨将他们的注意力 关注在当下 此时此刻他们拥有的东西 而不要将自己现在的能力和过往比较 又或者担心将来未知之数 如果能够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通常患者的乐观感都会得到提升 情绪得到舒缓 这样是有助他们积极地面对日后抗病的生活和力情 与癌患者在接受乳房切除手术之后 面对着他们身体的一个重大的改变 很多时会因为这样 而会有一个情绪上的影响 很多患者都会觉得自己的乳房只有一边 或者两边都没有了 而失去女性的一个象征 因此对于自己的形象 是受到一个很负面的影响 有些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做女性 也有一些会担心伴侣 因为敢嫌弃自己 又或者离自己而去 这些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一个适当的舒缓 可能会慢慢演变成为抑郁或者焦虑的情况 所以患者要如何去处理这个情绪呢? 我们会鼓励患者如果有伴侣的话 不妨跟伴侣讲自己的担心 一起去面对患病之后的形象 或者外形上的转变 另外也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患者去适境 譬如透过一些异语、空围 也可以改变患者的外观 穿起衣服上来 其实跟他们做手术之前是没有什么大分别 当然也有些患者 会考虑一些预防重建的手术 这也要视乎患者的身体情况而定 其实我们的自信心或者自我价值 不是单单建立在我们的外表 如果患者能够去专注他们自己的长处 多些欣赏自己 其实面对着一个这么大的手术 他们已经是一个很有勇气的女士 所以慢慢重建他们的自信心 和自我价值感是非常之重要的 当知道家人患上癌症 一定会觉得非常之担心 亦有一些家人知道自己亲友患上癌症的时候 他们的担心可能比患者本人更多 而这些过度的担心 过度的资讯 又或者很多的慰问 都可能令患者感到压力 以至他们不够时间休息 又或者不够冷静地去面对他们要接受的治疗 和选择 我会建议作为患者的家人 可以给予多些情绪的支援 在患者需要的时候多些的陪伴和协助 但如果患者能力范围是做得到的 亦都可以让患者自己去做 他生活上的日常的照顾或者治理 而亲人亦都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去协助患者 维持他们日常的社交 当他们在灰心喪志的时候给予一些鼓励 但是家人照顾患者 其实不免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可能他们都需要照顾自己的情绪 如果观察到患者的情绪非常低落 又或者留意到自己的情绪都因为这样受到困扰的时候 就需要找专业人士的帮手了 我现在收到阿姨imag内 FineDoc, Your doctor is here What are you? Sense actually type and